胰臟癌是消化度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 在腫瘤領域有癌黃之王之稱 是高度致命的疾病 胰臟是腹部裡的一個器官 位置在胃的後下方 胰臟癌是指胰臟細胞發生癌變 而產生惡性腫瘤 胰臟癌裡大多數都屬於疑腺癌 認識胰臟癌 根據美國波士頓丹拿法百癌症研究所網站介紹 胰臟癌的症狀和表現包括 1. 不明原因的體重罩降 2. 上腹或腹中疼痛 3. 疲勞 4. 無胃口 5. 嘔吐、輻射 6. 黃膽 表現為皮膚和眼白泛黃 無痛感 7. 糖尿病患者病情出現變化 8. 尿液情深黃色 9. 分辨情淺色和全身痕氧 胰臟癌的危險因素包括 1. 食煙 2. 患長期糖尿病 3. 慢性胰腺炎 即是胰腺發炎 尤其是食煙者 4. 年齡在55歲以上 5. 肥胖 另外 還有胰臟癌家族史 遺傳因素等方面 此外 美國癌症協會也指出 在工作中大量接觸 缸洗和金屬加工行業中使用的某些化學品 可能會增加人患疑腺癌的風險 檢查方式 日本東京大學外科學醫學博士 鍾元良一 在日前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目前胰臟癌的診斷方法 是通過電腦斷層檢查 樣本檢測 磁力共振掃描 內窺鏡逆行膽疑管造影 腹腔鏡 磁力共振膽疑管攝影等方式 鍾元博士表示 多數胰腺疾病 包括胰腺腫瘤 早期往往都沒有症狀 很難在初期階段被發現 一旦被診斷出來 往往已經是中晚期 治療方法 鍾元博士進一步說明 跟其他多數癌症一樣 胰臟癌都是以外科手術為首選的治療方法 根據胰臟癌發生的部位 撤除方式不同 另外 亦都會根據患者的年齡 健康狀況 以及腫瘤體積等各種因素 選擇合適的治療方式 通常包括四種方式 1. 胰頭十二指腸切除 2. 保留休門的胰十二指腸切除 3. 全胰臟切除 但需要終身使用胰島素和煤替代產品 4. 化療、電療和標靶藥物 鍾元博士表示 因為胰臟周圍有非常多重要的神經和血管 需要做大範圍切除手術 如果是晚期胰臟癌就不適合做手術了 還有很多胰臟癌的患者在診斷出來的時候 已經失去了手術治療的機會 日常生活裏面預防更重要 中原博士建議 日常生活裏面可以通過六個方面進行預防 1. 戒煙 2. 飲食均勻 提倡清淡、易消化、低脂肪飲食 3. 戶外有氧運動 例如散步、游泳等 4. 定期去醫療機構做體檢 做到及時發現及早治療 5. 工作環境自我保護 5. 長期接觸化學藥品的工作者 必須佩戴口罩及手套 6. 保持良好的心態 6. 保持良好的心態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6. 保持良好的心態 7. 保持良好的心態 8. 保持良好的心態 8. 保持良好的心態 8. 保持良好的心態